邱雄的邱小姐打電話進來 有需要跟各位分享 邱小姐你好 綁架 全部都是政治酬勇 親貧、好義務、專家都可以做肥貓 基本的SOP都不抹 這間的團隊 還沒有一個專財、專業 所謂的草 慶祝藍書 我去跟他說不出來了 今天沒有當作一輩子 最好的內政部長徐國雄 燃澳斷橋 希望每條生命 你看那個傳統在那裡 靠方外純 沒關係你們緊救人 不要再開火了 拜託緊救人 我看心都爽起來 這齊博雄 創圓文貴的黨隊 每體的警察在那裡照 你們真的冷卻的政務 齊博雄 你回去三日做主播 不要再領我們八成的稅金 好心的事 你這種的官員 你真的沒主意 沒主意做內政部長 你快留待了 拜託你 好 謝謝 謝謝邱小姐 一直看到新聞 有很多心裡頭的感受 不突不快 來 再來新北的黃小姐 喂 請說明在線上 因為我們是支持韓國瑜的 我們都不敢講出來 為什麼 有壓力是不是 以前我們被蘇貞康打壓過 蘇貞康第一任在新北的時候 他怎麼欺負我們檳榔燈 我們賣檳榔的 他叫我們三不五時 就要過去衛生檢查 我們要關門關燈 我們住房子 他第一任就這樣欺負我們 然後再下一任 他前門計程車躲挺他 他竟然也打壓見明 你說民進黨 你不下台我們怎麼過 好 謝謝黃小姐好 其實他有一些自己的一個感受 黃小姐看起來應該是在 開檳榔攤的 然後他說他有些親身的經歷 所以會讓他對於民進黨政府 有一些的疑慮 好 再來新北 王先生 你好 我是贊成說 剛才阿鴻講的 我們是選韓國瑜 我們不是選國民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先 記得說以前國民黨 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就是像我們現在在 我們在批評他這樣 那我擔心未來 明年 韓國瑜一定會當選 那希望說 我們不要再做成 以前 他是民進黨 他是 國民黨的百分之七八十 做了 做了七八十他都學 他甚至變本加厲 你知道嗎 那我是擔心說 未來我們韓國瑜當選 不要再有這些事情 讓這個名嘴再來批評他 第三點就是 為什麼一定要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他的博士協會證書拿出來給人家看就好 以上報告三點 完了 好 謝謝王先生 來 新北的洪小姐 你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各位來賓你們好 你好 我後來也不看新聞的 可是 當我第一次這樣看新聞的時候 我心裡好難過 為什麼別台競選總是 要那麼二眼相向 這應該不是我們所要的 那我覺得國民黨 應該也不用說什麼團結不團結 他只要跟著韓國瑜走就對了 那我在這邊真的是 對台灣也真的蠻失望的 是 那我真的希望說 未來我們大家手牽手 一起跟著韓市長走 好 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洪小姐 來再來桃園的陳先生 來 陳先生在線上囉 你好 請說 喂 你好 請說你對現在的總共有什麼不滿嗎 我要說我不是我們不滿 我們這個國民黨這裡的 這個全櫃這裡 你們大家都站起來了 我今天去擲杯 去青江擲杯 五杯 兩五杯 航海四杯 八門兩杯 這比較順利 我今天不去青江擲杯 對 我們這個韓文 你不要去青江擲杯 那全櫃 那全櫃 一包 你這個 你國民黨這裡 這個 這個 什麼主題 你知道嗎 要去看 離正好 離正好是多一拍 離正好 離正好 是 是 不用這個國民黨 會讓他囉嗦 這種人囉 囉嗦 謝謝陳先生 抱歉 因為我們這個現場直播節目 我們希望大家發言 可以講出你心中的話 但是千千萬不要人身攻擊 我們要理性 是 但是我們說到 為什麼人民那麼氣憤 剛剛有特別講到黃傑 是高雄人選出來的 但是他搞不清楚狀況嗎 是說立委來監督總統嗎 另外再來看到陳志忠也是 之前被執集 10月9號的時候 去SPA 會館按摩 但是他正式沒有做嗎 10月8號的時候被抓包 林園捷運線的時候 他沒有去會開 但是他隔天去參加這個SPA 結果他說我是議員 沒有上下班時間 人又不是機器 也會累 施誠哥 這個他罵韓國瑜請假 罵韓國瑜都沒有在他的市政上 他自己好像也沒有做得很好 我有點緊張 唯一被法官這個 認證去叫咕咕咕的議員 有朋友叫你一口 你知道高雄市議員 就只許官家放火 我說百姓是高雄自然韓國瑜 點燈 你知道嗎 一定要整死他為止 然後現在向陳志忠黃傑自流的 反正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中央有中央 去整韓國瑜的方法 地方有地方去整韓國瑜 整完之後我自己不會follow 我整韓國瑜的遊戲規則 我自己要我自己來 我該怎麼爽快就怎麼爽快 我差點去死 我覺得就是這種感覺 結果現在被抓包了 你會累 請問韓市長不會累嗎 韓市長累了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我給你一個固定的時間 過去跟花媽一樣的 這樣的諮詢時間不行嗎 為什麼只有你可以我不行 就是要整你 整死你就這麼簡單 我覺得大家都不要隨之起舞 我跟你講 我覺得現在 大家不要隨著民調起舞 因為民調我覺得 有些民調就是 民調或許是真的 可是很多來贏的不敢表態 我昨天知道 昨天我跟一個民調專家 剛好聊天 他說其實現在兩個的差距 非常接近 大概幾乎接近在5%裡面 我覺得大家要再努力一點 誤差範圍了 為什麼 為什麼陳先生會做民調 因為發現說奇怪 你民調跟我的民調不一樣 我就在街頭去問每個人 我去做民調做出來 你知道嗎 韓濱也常常在質疑 我也常常質疑說 奇怪你蔡英文民調這麼高 為什麼每次到一個宮廟後 哪裡的話 蚊子比來賓還多 蚊子的話 為安人比來賓還多 為什麼 奇怪了 所以大家去做那個 所謂的庶民的民調 就調出這樣的結果 還被批評 那這些民調 到底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 我覺得 大家相信自己的直覺 非常重要 那個直覺現在感覺上 整個氣勢起來 我覺得認為是這樣 對於那些什麼黃捷 黃捷連我們的 我們的憲法怎麼規定 我們現在的遊戲規則怎麼玩 都不知道 還立法委員監督總統 同委員 立法委員可以監督總統 有這回事 莫名其妙 叫蔡英文來報告都不行 對 你要去扶選 也不要這樣子胡說八道 所以從這個邏輯就是說 黃捷從過去就胡說八道 到現在還是胡說八道 然後你 我剛剛那個誰 原資講得很好 顯然是這個 他是韓粉 所以希望這個 韓國瑜趕快當選總統 然後當選總統之後 不管誰監督無所謂 反正先當選總統再說 不要胡說八道 我覺得這些議員這些人 如果你真的要監督韓市長 麻煩你做點功課好嗎 我們先進段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講 好 歡迎回來 剛剛其實有很多的民眾 對於民進黨的執政感到不滿了 心中有怨恨 對 所以現在最近就發現了 所謂的庶民起義 從高雄內門開始之後 昨天到了彰化田尾 然後我們就發現 接下來還有 原來真的要遍地開花了 是 我們來看看 有所謂的韓國瑜的三支劍 來 先看看這個好了 10月18號到苗栗要起義 20號台中 還有26號嘉義 這是庶民的路線 再來來看到韓國瑜自己 又有一些屏東之旅 台南之旅 嘉芬姐 10月23號到29號 還要到東南亞僑胞之旅 可以說遍地開花 因為民怨很多 我們來連線誰 文三伯 庶民代表 文三伯 各位 家義 家義 大家好 所有的全國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真的要看 除了所謂遍地開花之外 最近國慶才剛剛過 蔡總統說什麼 中華民國 台灣 是大家的共識 對 真的有跟你們問過嗎 是你的共識嗎 這個我要大家報告一下 所有的朋友 觀眾朋友 你們先分析一下 他較大中華民國的地 頭頂中華民國的地 對著中華民國的季節 領著中華民國的人民 叫出的水晶 他對中華民國台灣 如何他要改善 你們問他 拜託關鍵鎮休憩 我請他叫照顧好 如果 你們要在中華民國台灣 不是你 出門一個人說得真好 兩千三百五十萬六 我同意無意見 但目前 我會看到董意這個 中華民國台灣的人 他應該是接手 你叫照顧好 你們問他 你們這麼多人 那些茶廳會倒閉 你們就關鍵 速度的關鍵出來 中華民國台灣 如果還要跟這個 中華民民的競爭 我也沒有意見 但你先看起來 我應該是這樣 既就 你要把這次提醒完 因為你的選舉 就是這次 既就這次 兩個叫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十一年前 哪有哪有 要走 走走走 我們 我們就不支持 我們就支持 我們就支持中華民國 文三伯 你現在 這個一擺很多人在講 說很有可能 就變成一個主帥對決 因為剛剛講了 在這一次的 國慶廉價過程當中 兩邊所講的 這個國慶演說 其實被拿出來比較 開始校正了對不對 格局 兩岸的政策論述 已經開始在講了 也很多人在歡迎 這次國慶日的時候 聽到韓國瑜講話 感覺有那種領導人的格局 跟那個氣勢回來了 那些人很簡單的比較 我們就這幾年來 國慶的選人當時 講到中華民國 大家正正回話 韓國的公司 中華民國奏回 中華民國國旗 整場騎海票 這個不適合我 中間他的國慶 最主要的宣言 要告訴年輕朋友 你們需要的是職場 你們不需要站場 這個競爭議法 對我來說 人同此理 心同此心 難道你用心 跨到難關的理論 前瞻心過 你知道校人平民那樣 你們不想出現的是職場 你們不需要站場 這個絕對沒有哄 因為自己的家 把人家的家 自行過戰 避免外面的問題 才能夠一任和解 現在 我今天要告訴蔡英文 不要選前三謀海事 選後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要大家說 雙記要開始 雙記要開始雙記 雙記 雙記要開始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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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文三拙 我們都非常愛通話民國 這是我們的國家 你們怎麼看 因為你最近 自己去泰國 跟很多的這些僑商們 僑界們有一些互動 接下來好像村長也要帶人家去 哈娃伊 夏威夷 還有我們的李家芬 家芬姐也要去東南亞 這個遍地開花 從僑胞界也非常的火熱 那時候民主政府在打招 以前到民進黨進展了 我真的要問你們 萬新出運七方的用心交代出來 你們替台灣做三回 你們回頭的民團一百條 那就是改革我們 結果你們現在是五萬元 這樣看到你們這個政 用到你們所有的官員 你們的既新完全 大家都都別動手了 吃香荷樂 被人敢動的條 被人敢動的條 李韓東瑩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2018年九合一的選舉 有多麼的感動 重新找回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必須要這兩場 從泰國到LA237 我跟所有的鄉親 所有的觀眾朋友做分機做報告 見 旅外的僑胞 腦袋中人 他們很難過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 不能毀在我們的手上 一對冠軍 把他去參考前 贏得中心對抗 中心戰爭 國父順利戰爭 立錢千四百塊 改革這個革命的歷 用別人的心慧 用別人的慧慧 淘汰爐 撒樂雪 建立的中華民國 正在一點 一滴的流失 想到這兩場的後面會 所有的僑胞們 我看了真的餘西部的 有的九十幾歲 有的一百零十多歲 我看到他們 他們都想被中華民國付出 很感動的啦 對這個年紀三 他們對這個國家 是有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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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僑胞 當初中華民國還欠他們的公道 他們學習 他們既年有成 他們也克服了台灣 但是台灣是他的根 是他的架 是他的粉 不管過去風底漂流幾十年 他們對台灣 同樣有感情 他們對台灣同樣有期待 他們更不希望 台灣毀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裡面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支持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沒有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 我們知道雯三伯非常的感動 因為他看到很多僑胞在海外打拼 畢竟雯三伯那個時候 是真的親自到了現場 感受到包括了剛剛他講的 從泰國 從LA洛杉磯這邊 所有的僑胞給他 最直接的一個感受 而且特別是看到了 年紀很長的這些長輩 他們在等一個人 他們其實也已經過了大半輩子 他大可以就不要理台灣 可是現在看到那面國 其實依舊心裡頭還是很激動 謝謝雯三伯 謝謝雯三伯 今天跟我們連線 謝謝 特別帶給我們這些訊息 謝謝 大家都知道說愛國心 對北說 這個所謂的遍地開花 庶民起義 另外還有包括了加芬姐 要代夫出身 要到東南亞僑胞之意 要特別問一下委員 因為之前本來說 8月的時候叫成局了 現在終於 終於等到了 剛剛看到雯三伯的眼淚 你知道我就很感慨 我記得我開過一個記者會 就是因為身分證上還有國旗 我也是因為就是看到國旗 真的就是僑胞會掉淚 但是還很多人在網路上黑我 我相信在場我們所有的人 如果你有到國外去 你去看到僑胞的那種 對中華民國的熱愛 大家都會知道說 看到國旗跟聽到國歌 是多麼不一樣的那個感受 尤其這一段 你看我都穿著紅色衣服 現在為什麼 因為是中華民國國慶 大家知道這段時間光輝十月 海外僑胞從來都不缺席的 昨天我還去參加了一個 這個華僑節大會 大會上面 不管是馬總統 吳主席 每一個人都在講 華僑以前我們講救國之母 華僑現在更是 救國革命通通都不會缺席的 尤其這一次的韓國瑜 讓大家看到一個希望